《浮生百味》 记录100名味道创作者的人生故事 这不是菊儿胡同吗 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 道光坚淫没了多少时间穿梭 且看他口若喧和衣裳又风尘 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熟人 那天山女子不守不守 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国人 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 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我叫韩秀玲 今年65岁 我是一个老北京 哎呀 闺女太爱吃了 有肉不吃菜 因为我是北京人嘛 北京人做什么东西都是味重口 特别有食欲 所以这孩子吃了1米58的个儿 152斤 简直太胖了 没分半了 小时候为什么那么胖啊 就是因为那个家里上就很太好吃了 而且我妈妈其实特别擅长做炖肉 做这一类的东西 从小嘛 就爱吃 我就觉得小孩胖点吧 还是身体好 因为我本身就是身管体胖 但是孩子呢 他是青春年华 而且呢 他觉得他应该找工作了 毕业以后肯定要找工作 人家都那么瘦都肯定好应聘 他又那么胖 不好应聘 自己为了自己今后的前程 也爱美了 自己就开始减肥 他在大学减肥的时候 减到了124斤 回来以后小脸辣黄 看什么全都不爱吃 就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我这时候还脾气特别暴躁 想尽各种办法减肥 吃过药 然后运动过 然后扎过针灸 然后还有就差做什么缩胃什么那些 那些有点害怕 有点不敢做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什么节食啊 这些所有的减肥的方式都做都用过 就是脱发嘛 然后那个就整个人气色特别不好 然后经常只要我身边有人感冒 我肯定就感冒 然后就是各种不好 然后整个状态特别不好 然后我妈妈就特别心疼 我们两口子就想着你说 这孩子这样 你怎么着也是 不能让他就这么下去 我就把这猪肉按着 就是不按着咱们过去 老北京人做的那个饭 我把这个肉先给它煸了它 煸完以后 把油纸什么的杂质都清出去 再搁到开水里边给它煸了 完了把浮沫撇出去以后 在碗里边放油料 这样一闷呢 它第一不油腻 第二口感好 还软还嫩 我给他做的这个饭以后 我说你尝尝 看看你喜欢吃不喜欢吃 他一吃自己乐了 嗯这好吃 完了我又搭配这青菜 一天吃一顿你肯定得让他吃 他呢就是运动减肥嘛 他有体力了 他吃几天以后他精神了 眼睛都是亮的 他就开始又减下去了 最后从152斤 减到了108斤 刚开始做的时候 因为控制不好亮嘛 这不能就做一份嘛 刚开始的时候 做完了之后 是给我吃 我觉得好吃 然后我同学来了 来做客 然后就来给同学吃 我们吃过胡同里面 从小啊 就是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胡同里的百家饭 是谁家做好吃的 给其他人家的孩子吃 这是一个习俗 然后是 后来我妈妈当时做完了之后 刚开始是给他们孩子吃 后来孩子吃 大人肠都觉得好 这样才口口相传 都说那开个店吧 我们都支持您 旁边接风就说 阿姨您要是这么做 我们老这么吃 我们也不好意思 您干脆开个店吧 开个店 我们大家也都能来吃 我一想这也是一个 反正我也是退休了 我也没事 那我就开个店了 我就开了一个店 就专门做炉肉饭的这个店 就这一种饭 什么都没有 大家来了以后 就多做好吃 但是一个人吃了 两个人吃 两个人口口相传 就来的人就多了 尤其中系学生 又爱吃这个 但是一份呢又不够 他们到了月底的时候 就基本上没有 没有什么富裕钱了 跟我们说 哎呀我们这一份不够 他呢上午呢他都不吃啊 等到中午的时候吃这一顿 完了呢他们来了这些人呢 我就说 我说那你们就吃 只要是不浪费随便吃 吃多少天多少 只要不浪费 让你们吃饱了 他们当然高兴了 又没有什么钱 所以他们上午 基本上都不吃 下午两三点钟来了 吃四份吃五份 晚上也不吃了 就交一份钱 他们就在这吃 我就是觉得那会儿 体现一老北京人的 执着大方 有家的感觉 他们有一句话 前几年特别流行 只要是来中系报名的 都要去觉着人家吃顿卤肉饭 就有希望烤上中系 好多老师也说 去吧去觉着人家吃顿饭去吧 当时就这一间小房子 一半这边是卫生间 这边是厨房 就当时我就是这样 我们上边呢就可以睡觉 底下呢我就开这个 是07年开始干的 08年就开始有点火了 09年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7年北京这里开墙打洞 办事处的有一位就说 说那个现在吧出现了点问题 看看是不是能保留一下啊 就是那意思就是要如果政策变了 你就可以不拆了是怎么办 后来我说我说既然咱们要恢复北京原貌 老北京的这个劲儿 做餐馆呢也要恢复到原来的老北京的那个面貌 我说我支持国家的这个行动 当时呢那个旁边的太太也不愿意拆 我们家先生吧也是有点就说 好像这都是我辛辛苦苦一砖一瓦自己盖的 你让我拆了 都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些房子 完了他说要拆了我就是心不甘 我又慢慢给他做工作 我说咱们还是得支持国家的 这样呢15天给我拆完了 拆完了恢复了 我们十七八天吧我们就恢复生产了 支持政府工作嘛 我被评为北京市最美家庭 被评为全国优秀家庭 好多人吧全都是看着我这张脸来的 人家从那个通州 还有的人从山西下了火车直接来的 没有饭了就坐这等 等一个半小时我给做好了吃的 天津的来了吃饭 阿姨我上次来啊 您这那会儿我那饭还25了 我吃您一顿饭啊25 您知我花了多少钱吗 我说多少钱我花了250 哎我说怎么回事 我从天津坐火车来的 直接到您这吃饭 吃完饭我们再回天津 哎呦我当时激动的呀 我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这么看好我 说我们就爱吃您这口 闺女一直就跟着我 一直也没离开这儿 他虽然结婚了他也没离开 他下了班以后他都来 他对这个店他真的挺有 挺有他自己情怀的 他就说他说妈我接这个店 我关键的是 我就不想让你这个香火断了 父母也不同意我继续接手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觉得太辛苦了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也没有这样的装修 也没有这种店 就是旁边住 然后拿自己家客厅开一个小屋 然后那个有客人来来吃饭 就是慢慢口口相传做起来的 他们做这个店真是起早趟黑 而且到后期的时候 他们更多想的是说 我有这个责任在身上 我为了这些大老远来赶来吃饭的人 开业 我们所接待的客人也非常非常的可爱 所以我必须得让我们觉得 人家永远的存在下去 所以我才回来接了这个店 最难的一点就是我们突破我们自己 我们要不要推肉骨茶 这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想法 你为什么要推肉骨茶 因为很多客人都跟我说 你不要推肉骨茶 他们有那种定位理论吗 就是说你不要推肉骨茶 你这个小馆就卖卤肉饭 你这样才能卖的更好 然后大家才能记住你 但是我觉得就是真正的 我们真正推出来了以后 真正把肉骨茶做出来了以后 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 大家都能看得到 然后我曾经有 就是我们已经卖了一年多的时候 就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客人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就是说拍了一个热骨茶的照片 一看就是在那种星期酒店吃的 然后他干 我是在上海一个特别有名的星期酒店 特别有名的热骨茶 然后他说居然没有你们家的好吃 他用的是居然这个词 我当时就想 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 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因为我以前是做人力 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然后而且我做饭这些 实际上我也是贩路出家 但是我觉得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 我们可能足够勤奋吧 我先生他也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支持 然后辞掉了很好的工作 然后回来帮我一起做这个店 而且后边又有很多的猎头又找他什么的 但是他都没有考虑那些机会 我觉得就这一点挺够意思的 疫情期间大家就是实际上我们整个管理团队全都散了 为什么让我们能有这个动力更坚定的走下去 就是客人对我们的这种关照 疫情期间最难的时候没有口罩 在医院里边的那个护士 我从来都不认识的护士 然后到我们家 然后吃饭的时候 免费送给我们店员三个 然后还有的是 那个我有客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给我们做了一个模型 他是有一天晚上他来南路逛 然后他到胡同里面吃饭 他说那天他又冷又饿 后来到了我们家 然后他吃饭的时候 他觉得特别舒服 那顿饭吃的 而且他觉得这个地方温暖到他 因为我们饭不够添饭 肉不够添肉 他就觉得特别好 特别像家的感觉一样 然后他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给我们做了一个模型 就是做了从里到外 然后是以1比25的比例缩小版的 然后真的非常精美 就是我们的付出 他们心里懂 就是这种 就我们没有白付出 所以我觉得我还要坚定地走进去 我是55中的学生 考完试来吃 小学生老来吃 你可以免费训业 管保 我觉得挺香的 都是点这个 那会儿南罗刚刚开 就是刚有几个酒吧的时候 还不像现在这么繁华的 因为我干的就是旅游这个行业 那会儿大姐这个是最受欢迎的 你想想25个钱你随便吃 我今天是专门上这儿来的 味道应该还是以前那样 不会变 我是北汽的 北汽汽车修理工 你说我一个跨行干这个 我真的没有想到 当时我就想 当时我幻想过我老年生活 我老年生活 有可能就是我拿着退休费 那个推着我这老母亲 可以出去溜一溜 看一看孝敬一下母亲 有孩子了 有孙子了呢 我帮着看看孙子 机遇来了 是给有准备的人 也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亮点吧 我现在吧 就这个年岁了 说实话 口味上边吧 就不像年轻时候说 就这个东西我一吃就能吃出来 它有什么东西 现在好像有点感觉 有点目的了 所以不能再去创新了 创新的东西呢 只能去让闺女去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她们带带孩子呀 搞个家务啊 让她们多一点时间 去投入这个店 把精力搁在这个店里面 我们出新菜 第一个长弯的 永远是我妈妈 我妈妈永远是个 我们把关的那个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嘛 就是我们的眼界 可能更宽阔了 我们受的教育的程度更高 可能我看的东西更多了 我就不能辜负 她们对我的这个培养 我要把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再回来再运用在我这个店里面 这样觉着人家才能 就是与时俱进嘛 让更多的人才 我们才不落后 我们不落后了 我父母这份心意 才能够好地传达出去 感谢大家的三连支持和关注 热爱美食记录生活 下期故事我们再见